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就开始了 到第三个卦叫尊卦 那么尊卦呢 我们先看他的卦词 我们请联 尊 远亨利争 不用有幽往利见侯 那么尊卦为什么也用四个字 远亨利争呢 只有他的第一个 天地之后第一个卦 等于是也有人把尊这个字啊 说成是草木从地上冒出来的样子 你看尊上面这一横啊 好像平地 底下那个冒出来一个头 代表草生出来了 这个树啊 长出来了 就是尊代表生命力从底下出现了 所以用圆亨利争的圆啊 在翻译上一定要记得 这个圆啊 只有在前卦可以翻创始 在别的地方只能翻开始 你不能创造 你只能开始 开始通达 事宜 正步 不要有所前往 看到没有 毋用有忧望 代表你沾到尊卦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不要有所前往 事宜建立侯王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啊 红黄草妹 你先安定下来 你不要急着发展 你没有发展的条件 我们有时候看到 什么南美洲啊 非洲的雨林啊 那真是打雷下雨啊 就这意思啊 你看这尊怎么形成的 叫做水雷尊 上面是水 代表下大雨 底下是雷 大雷震动 看起来很恐怖啊 特上这种电影 都是要出现恐龙啊 各种怪物要出现的 这种尊卦嘛 那人类在这个里面啊 生命非常脆弱 你赶快先团结起来 组成部落 选出一个领导 这样才能够让大家 可以来这个 勉强安居乐业吧 不要有什么前往的念头 不要想开创那两个事业 我有朋友也曾经沾卦 沾到尊卦 根本就行不通 一沾到尊卦就知道说 你不要有这个念头 动弹不得 为什么 你注意看这个卦 里面是雷 代表你很想动 内卦往往代表自己 外面是水 代表坎线危险 你想想看 你这边想动 外面是水 代表危险 你动得了吗 动的话不是制造苦吃吗 所以这个卦就给你很多暗示了 原来是这样子 好 我们再继续看 在这个时候就要介绍一下续卦 各位看节目第一点 续卦说 因天律之间者为忘物 故受之以尊 尊者引也 尊者物之始生也 续卦就是讲每一卦的顺序 就告诉你说 为什么现在要讲尊卦 他这边讲天地之间 天代表钱卦 地就是坤卦 天地都好了之后呢 开始怎么样呢 忘物出现了 忘物出现的时候呢 尊这个字代表满 代表赢 尊也代表物 开始出现 好 那么我们再看他的这个 炭传 我们几年 炭约 尊 刚如始焦 而难生 动物显重 大风争 雷雨是动满淫 天造草妹 一见何而不宁 炭传说 尊卦 阳刚之气 与阴柔之气 开始交流 困难随时产生 看到没有 我们讲到千万空卦 是阳刚跟阴柔不交流的 各自都是单纯的 潜跟困难 现在中国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交流了 你注意看到没有 什么叫交流 有交错嘛 从下网上 水雷尊一开始阳谣 后面是阴谣 当然 几个阳谣 几个阴谣 就是将来都会有搭配的啦 因为它反正是 八八六十四嘛 各种组合都只有一次 那么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阳谣 四个阴谣 代表阳气 开始这个发展 有困难 在咸河中 活动不宜 要使一切通达而正顾 你还是要活动 你努力求活动 因为底下那个雷啊 就是阵挂 它充满动力啊 虽然外面有危险 它是想动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打雷下雨遍布各地 上天的造化 人在草创明媚的阶段 适宜建立猴王 并且勤奋努力不休 不拧两个字啊 就说你不能休息哦 这个时候是刚刚 人类走出洪荒这个世界 接受各种考验 不能休息 不宁不能休息 那么这是 我们讲到这个 尊华的团传 接着立刻接他的大象 一句话 我们前面 像曰 圆雷尊 君子以金轮 为什么讲到云呢 因为水在上面 代表还没下来 水还没下来叫什么 叫做水气啊 就构成云嘛 所以这边就讲云雷尊 君子怎么办呢 由此领悟 要努力金银筹划 金轮两个字啊 就是金银筹划 为什么金银筹划 代表这个时候 最好能够坐下来商量 不要采取行动 因为行动的话 外面有各种危险 还不如先暗内 然后再去往外推展 这是整个的这个大象 好我们看看每一个窑了 第一个初九 初九 征环 立居真 立剑侯 下约 虽征环 自行正言 以贵下见 大德名也 好这边就要仔细研究了 第一个你发现 初九有三个字叫立剑侯 跟前面的 这个挂词所说的 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挂词里面提到立剑侯 初九提到立剑侯 代表初九就是主摇 所以你怎么找主摇呢 找主摇有一些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 在摇词里面出现的 原来是在前面的挂词或炭转出现的 那这就是主摇 代表什么 你把这个挂 挂词跟炭转 它主要的意思 你在这个摇再说一遍 代表这个摇是使这个挂 成为这个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这个挂里面 初九就是主摇 好那再继续看 那什么叫盘桓呢 盘桓就是徘徊不静啊 现在我们就要注意看了 初九它是养妖 它是一个振挂 它有动力想前进 但前进是往上一看 甚至砍挂 一个水挡住了 所以它不能前进 你前进的话碰到砍线 就是危险 事已所受证悟 这个时候你虽然有动力 你还是要安定一下 所以相传说 虽然徘徊不静 但是前进的心意是正当的 尊贵而处于 卑贱之下 这样可以广泛得到百姓支持 先看前面一半 为什么说前进的心意是正当的呢 因为初九跟六四正硬 注意到正硬 初九是羊瑶 六四是阴瑶 初九想前进的时候呢 它需要上面有人搭配 有人来相应 如果说它碰到上面是像前挂 初九碰到九四 初九怎么动 对不对 你是阳瑶是吗 九四也是阳瑶 你怎么动 一定是阴一阳 它才能够正硬 所以初九想动的时候呢 六四欢迎它 所以你看到尊卦六四 它欢迎它 所以初九想动的心意是正常的 你不能怪它 那么它还是可以适合见口 为什么 你注意看初九上面呢 是一个护鲲 这是新的词啦 一个卦有六窑 中间四窑又过成两个心的卦 你知道这意思吗 两个单卦 所以一个卦里面有总共四个卦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卦 这个卦 底下是一个正卦 上面是一个坎卦 这没问题啊 你们合成呢 叫做尊卦 但是你看到六二六三六四 是什么 是一个坤卦 再看六三六四九五什么卦 是一个更卦 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卦里面有四个卦 好了 什么叫做坤卦呢 坤代表民众代表老百姓很多 因为前卦代表君 坤卦代表民嘛 那坤卦代表民 那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正卦是阳瑶啊 我上面三个阴瑶构成一个坤卦 代表我以贵下贱 什么意思 我是很高贵的身份是阳瑶 我到底下来哦 让你们三个阴瑶构成的坤卦在我上面 那当然得到你们支持嘛 所以你要常常记得 三个阴瑶构成的坤卦代表众多百姓 一个阳瑶在底下 上面有三个阴瑶 往往是代表他很谦卑 我是领导者 但是我到底下来 来替你们服务 那你们当然支持我啊 支持我立见侯嘛 我适合建立这个侯王 那为什么一直强调他不能走呢 因为刚刚说到了 上面六三六四九五是一个 护庚 护就是相互的护 这是一个术语 你念法就变成是 一个卦里面有两个护卦 比如说 二三四是一个护坤 三四五是一个护庚 相互的护 再来的话你就知道 这块为什么他这样讲 为什么你盘盘不能动 因为前面上面是一个砍挂 又有一个护更 更是阻止你不让你走 你怎么走得动 所以这一来的话 就把这个初九呢 说清楚了 他就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开始有趣了 好 开始六二 我们先念 六二 尊如沾如城堡 搬如 飞扣 婚购 女子 争不治 十年乃治 想约六二自难 趁刚也 十年乃治 反常也 什么意思呢 先把白话看清楚 六二是困难重重 徘徊 排为男行 骑上马也是团团打转 要是没有盗贼 就去结婚了 女子守正而出嫁 十年才可出嫁 六二的男局 是因为 沉嫁在刚咬之上 十年才可出嫁 是因为最后一切 回归正常 所以那个反常 不是反常 是回到正常 注意到这个词用法 好 那先说一下 为什么说他困难重重 排为男行呢 因为六二瓦上一看 上面确实一个砍挂 上挂是砍 六二瓦上一看 六三六四九五 是个更挂 是一座山 那你怎么动 一个砍是水 已经让你不敢过去了 再来一座山 挡得稳稳的 你根本是毫无办法 所以骑上马也是团团 为什么出现马呢 说到这个马 在衣经里面常常出现 那为了说明啊 这个马之多 我们就看一下 后面的说挂转 不然同学们常会觉得 这里有马 那里有马 这个马太多了一点 各位就翻到 说挂转的后面 这就是马的来源 好了 在这里你看到什么 有啊 正挂 你还不是正挂吗 六二不是在初九上面吗 等于六二骑在一马上 知道这意思吗 马是这样来的 知道这意思吗 正挂是善名马 善于名叫的马 六二在初九上面 代表六二骑在初九上面 他有马 其他马也是团团打转 从这马从这里来的 你恐怕想说 那时候这个正本身是一个马 它不是包括六二跟六三吗 没错 但在正挂三个窑里面 以初九最能代表正挂 你想想看 为什么叫正挂 就因为他三个窑里面 上面两个阴窑 只是陪衬的马 重要是初九是阳窑 所以叫正挂 所以你说六二跟初九 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说六二骑在马上 初九代表正挂 是善名马 叫声很大的马 那六二就在上面 他骑上马 他以为骑上马 可以跑得快一点 不行 骑上马也是团团挡转 因为前面还是一样 有海有水有山 这马怎么过山啊 马怎么过水啊 不可能吧 所以这是这边来的 好 接着就问题来了 为什么提到飞寇昆购呢 注意匪这个字 匪这个字要念飞 飞寇 是飞的飞 只是古兽就一直写这个字 一经里面都写这个飞 这个字 这代表是飞 飞寇昆购 要是没有盗贼 就前去结婚了 好 问题来了 第一个盗贼是谁 盗贼就是砍挂 所以砍挂非常有趣 你如果你有空自己再翻 我们刚刚看那个说挂 就是小字典 就是小的字典 就这个挂它代表什么 我们第一节上课的时候 提到说 基本八卦的象征 那还是刚开始而已 还有很多丰富的象征 所以你要常常记得 砍挂代表强盗 他讲自然界代表危险 他常常代表强盗 所以如果不是强盗 那我就去结婚了 跟谁结婚 你猜也猜到了 六二跟谁结婚 谈到结婚这个字 一定有跟他相应的 六二跟九五正印 九五正印代表什么呢 一阴一阳就可以结婚 叫做婚购 这也代表古兽社会 刚刚开始的时候 会提到说强盗 有时候结婚要人抢婚的 结婚跟强盗常常放在一起 如果不是强盗 我就去结婚了 有时候说 我不是来当强盗的 我是来结婚的 有时候常放在一起 描写古代生活的情况了 所以他就说 如果不是那个强盗在上面 我就跟九五去结婚了 然后接着说 女子守正而不出嫁 为什么讲女子呢 因为六二本身 是阴瑶在柔位 代表女性 守正而不出嫁 我守正 我在六二是正位 而不出嫁 十年才敢出嫁 古代讲十 代表一到十 代表数字的最后一个 数的终点 就是你只要坚持到底 最后还是可以如愿 十年乃至 后面解释 反常也是回到正常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沾到这个挂的话 恐怕想结婚暂时结不了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的话 将来总是可以 回到正常情况 可以结婚 所以有人如果 急着结婚 沾到这个挂 那说实在 没办法 要忍耐忍耐 十年 你说十年太长了吧 我们都知道 十年太长 但人生的路 很多时候呢 长短并不重要 重要是你感情 是不是有这个实质 感情坚真的话 十年二十年 都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王宝川 哭着还要十八年 你看多伟大 我们这个伟大 还不见得真伟大 人家又更厉害的 你看这个 河马的史诗 奥地赛 奥地修斯大将军 带着军队 联军去打特洛伊 二十年了 二十年才回家 他太太也是一位美女 离开家的时候 也不过二十几岁 生个儿子 到现在呢 二十年了 多少人追求 他太太就非常坚真 偷偷拒绝 但他回家之后 还要去考验一下 他太太是不是坚真 比如说这男生有时候 也蛮可恶的 自己在外面做多少事都不管了 国家就要去问问看 就化张成陌生人 故意要跟他太太去问问看 你这几年怎么过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再来就说 你先说出你的性命 没有人是从石头中诞生的 我们后来有书悟空 从石头变出来 希腊人不知道 没有人从石头中出来了 你要告诉我的家族 因为希腊人跟我们一样 他以前都说 我是哪个家族的 他没有个人的一个 他讲一个人说 你看柏拉图对话录 讲一个人对话说 谁的儿子谁谁谁 他不可能说我是柏拉图 他一定要说 谁的儿子柏拉图 或者哪一区 什么人的儿子 这样才能够做个交代 要不然你同一个名字 人恐怕很多嘛 所以他是守了二十年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边常会觉得说 哇 十年很长 但是这也没办法 很多时候时间不能够 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说 一定是如何 所以这是六二 你机也没用 所以这是六二 我们看到尊华 六二是这样子 六三一起年 六三 即入无鱼 唯入鱼 临终 君子鸡 不如舍 往令 下约 即入无鱼 以从勤也 君子舍之 往令穷也 第一个 什么叫鱼 古宋的鱼 是一个官吏的名称 应该说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 他管山林 所以一个诸侯或是天子打猎的时候呢 就要有鱼官来代理 或称为鱼人 就这个鱼这个字 这个鱼这个字代表是一个官的名称 他是管山林 所以他知道哪里有野兽 哪里有这个野猪啦 野鹿啦这些 所以你要进山林打猎 一定要鱼代理 没有鱼代理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找到猎物 在孟子那边有一段 说孔子称赞一个鱼人 因为骑警公打猎的时候呢 他叫鱼人过来 他居然拿了个骑士灰叫他过来 鱼人不敢过来 因为骑士灰的话 过来的是谁呢 是代夫 你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叫我过来 我过来的你也把我杀头 那你怎么样叫一个鱼人过来呢 比如说我是国君打猎的时候 找不到猎物 前面那个什么带路的官给我过来 你不能以前没有手机啊 也不能大声传声铜啊 就只能挥旗子 或是用手势 你要叫一个这么小的官过来 用什么呢 用皮帽 古代国君打猎的时候啊 他戴着帽子 外面再加一层皮帽 这样可以让他避免封杀啦 避免弄脏或弄掉啦 把皮帽拿下来一挥 那个鱼人就立刻过来 你拿旗子一挥 你用什么一挥 他不同的人过来 你要是没有照这规矩的话 谁知道你过来干嘛 没叫你过来 你过来就杀了 所以他要叫一个愚人过来说 拿旗子 或者愚人不敢过来 他心里想说 你一直叫我过来 可是你那个旗子不对啊 你用皮帽我才过来嘛 对不对 那我过来的话 别人说你干嘛过来 我会骑着你过来就杀了 所以他这个愚人不敢过来 空子称赞这个人 所以你不是用正当的方式找我 我就不过来 这是很好的一个什么典故啊 在这边你就知道了 极路无鱼 你看白话 追逐野路 却没有列官带领 那你怎么可能找得到野路呢 这样只会困处于山林中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山林这两个字 各位知道了 山林怎么来呢 因为六三六四九五是一个互更 更就是三 看到没有 六三进入到山里面去 知道了吧 这多么有趣 到山里面去 那为什么说极路无鱼呢 君子察之机为 不如放弃算了 前往不有困难 就代表你想打猎 但没有人带路 你如果到山里面去 那恐怕是下场不好 你知道这种情况 就放弃了 不要勉强 为什么呢 后面说 最初野路却没有列官带领 是因为贪图禽兽啊 君子放弃了 是因为前往会有困难 会陷于困境 相传的作用开始出现了 他帮助你去了解 他前面的谣词在说什么 那么这边比较复杂的是 这个路代表什么 这个路呢 在古代经常代表这个路 这个比较清楚了 我们都希望得到路位嘛 这路代表这个福禄受洗这些嘛 路 高官后路路 因为他同音啊 同音的话就变成可以带用 还是有这种方式 极路无欲 你要追求这个好处吗 没有人带路不行 好我们就要问了 六三为什么没有人带路 因为他跟上六不异 答案就在这里 所以要练习啊 每个字在谣词出现里都要给他一个理由 你把理由全部讲出来 现在就代表你 至少你学会了易经在说什么 至于将来张卦怎么剪 那是另外一套 你要慢慢去累积经验的 至少第一步 你先把这个易经的原文啊 彻底了解 我也必须承认到 没有人可以完全说透彻的 将来你们就会发现 有几个地方我也讲得清楚 不能怪我 朱熹也讲得清楚 这个我们尽量把它讲清楚 这到目前为止你尽量去了解 并尽量用你想象 然后你用功去找 总可以找到每个字的处处 他不会随便讲的 所以周文王坐牢是坐得好 坐牢坐了七年 我们现在高级几十年都不见得搞得清楚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 在讲六三的时候呢 往令你前往会有困难 不如停下来 为什么停下来 为什么可以停下来 因为六三上面 它是一个护跟 所以你看一个护跟 它就有多少海 就跟一个坎 又是强盗了 又是危险了 又是怎么样 不要忘记哦 坎也可以代表马 好 这边来 再看六四 你发现了 六四 陈马般如 穷昏购 网籍 文利 相约 穷尔网 名也 这边又来了 第一个 陈马 六四乘什么马呢 六四所乘的马 真是一匹完整的马 叫做底下是一个正卦 对不对 正就是一个马 那六四在整个正卦上面 比那个六二更像陈马了 所以没问题 陈马也是突然打出来 为什么 因为六四本身也在砍卦里面 他往哪里走 他也走不动 他求婚购 请问六四所求的婚购是谁 有两个选择 你求婚购一定是阴跟阳配合 在这个卦里面只有两个阳 一个是初九 一个是九五 六四找谁 六四可以找九五 为什么找九五比较好呢 因为他有个字叫做往 这个字 往跟来不一样 一期里面常出现往跟来 往代表往前去 来代表回过来 所以来是过来 往是往前去 他这边说 往急 无不力 往当然是往上走 所以六四找九五是对的 还记不记得秤跟层 九五在上 六四在下 两个配合起来正好 为什么 阳在上 阴在下 这很好 所以这边叫做什么 求婚购 往急 无不力 终于看到一个六四 为什么好 各位注意到没有 六四是一个阴遥在柔位 位置好 六四有初九正硬 硬的好 六四有九五可以靠 靠的好 三个好 一定好 你要常常记得 第一个 你位置是不是好 你阴遥在柔位位置好 你有没有正硬 你是六四 底下有初九正硬 你有没有靠三 有 你是六四 上面有九五 他靠三 三个都好 一定好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所以每一个都可以 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个 他是不是单位 他是不是有相应的 他是不是有相比的 可以靠的 这三方面 六四都好 所以往急无不力 所以将来你 从这种原则去看的时候 他写什么东西 你一看就知道 确实是如此 那么到九五怎么办呢 九五看起来本来是很好 位置不错 事实上不一定 我们看一下 一起念 九五 尊极高 小真极 大真凶 向曰 尊极高 世卫光也 这个地方尊当然可以念 囤 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囤姬 所以但是在挂名来说 还是要念尊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囤极高 没有问题 这是念的这个习惯问题 在这边就要说了 囤姬恩责 小规模的正顾是极强的 大规模的正顾就有凶祸 为什么 因为九五跟六二正印 他恐怕只照顾到 狭窄的范围 九五本身在坎里面 在坎里面的话呢 他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所以后面说囤姬恩责 是因为师部不过广大 为什么提到囤姬恩责 因为上面是水雷尊的水 水在上面还没下来 还记得云形雨师吗 雨还没下来 雨下来之后才叫做恩责普师 那你现在这个坎挂 你在上面 你的雨水还没落下来 你的恩责还很窄 所以这边提到 小真集大真凶 什么意思 小真集就是 你只能有小规模的 这种这个作为 比如说九五跟六二正印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有个观念 当你在九五的位置 你如果要照顾全挂的时候呢 你最好心胸开阔 有少数几个挂 他应该照顾全挂的 他因为有正印 反而变成不好 就跟这个有关 所以这边讲到急是说 小规模算你急 大规模就是凶 就是你在尊挂里面 你没办法 把这个效果显示出来 好最后一个上六 上六 乘马般如气血连如 下约 气血连如何可长夜 骑着马团团打转 上六所骑的马是哪一匹呢 是砍挂这个马 看到没有上面是砍挂 砍挂也是美极马 背极和美的马 就上六在最上面 他还是骑在马上 所以各位注意到没有 这一挂里面 三个阴遥都骑在马上 六二六四上六都骑在马上 都有成马般如 成马般如 成马般如 实际上马也是团团打转 代表什么 他们本身是阴遥 没有什么动力 必须靠底下的马来帮忙 那么到了上六时候 气血连如 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砍挂也是血挂 血挂代表流血 因为砍代表水 水跟血相通 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水跟血相通 水跟酒也相通 这又是古人 这个是相通的方式 非常有趣的 到这个时候呢 你哭泣的血泪连连 怎么能够长久呢 当然不能长久 因为已经到了上六了 准备结束 离开这个卦了 好 这是第三卦 叫尊卦 各位看到了 里面的解释开始非常有趣 丰富了 我们这一节就先上到这里